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的第五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為《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和《粵方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禍》 今天的比賽將會由隔方的香港華人書院對反方的巡真書院 我會先介紹雙方的辯論員 先介紹隔方的香港華人書院的同學 他們的主編為黎展遜同學 第一副編為高子豐同學 第二副編為許天樂同學 以及傑編為蔡明軒同學 接下來會介紹粵方從真書院的同學 主編為李卓賢同學 粵方主編是 我要看一看的 我想問粵方是聽不聽到我剛剛的說話的呢 粵方是聽到我剛剛的說話的呢 聽到 好,可以 然後呢 然後呢 會去到粵方的第一副編為蕭浩欣同學 岳方的第二副辯为张正逸同学 以及杰辯为梁希儿同学 现在会介绍今天比赛担任评分工作的三位评判 很多三位评判在白黄之中都会抽空出席担任评分的工作 他们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辯论队队员傅永林小姐 第二位是香港大学粤语辯论队前队长陈若南小姐 第三位为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前辩论队员李永恩小姐 欢迎三位评判 接着就会去到比赛的赛制介绍的环节 本场比赛会分为主辯、台上发问、第一副辯、第二副辯、台下发问和结辯合共六个环节 台上辩原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辩原发言时间结束前会有30秒一钉的提示 我会用人手钉 会举一只手指代表一钉 两只手指代表两钉 30秒前会有一钉 时间足够的话会有两钉 过时15秒的话会有三钉的提示 到时会打断辯原发言并且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给各参赛的学校 请问双方主辯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比赛就会正式开始了 现在先请甲方的主辯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好可以 好 叮 主席评判有方同外卓座各位大家好 原宇宙的概念 组合1992年的科码小说 雪斌出现 是指由现实和虚拟混合而成的数位世界 用家透过不同的装置 例如VR即虚拟实景眼镜等等 来在原宇宙移动和沟通 NVIDIA執行长王仁芬说过 每个人在原宇宙里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化身 可以是我们真实的头像 又或者是喜欢的角色 Meta的创办人朱克伯格说过 原宇宙是人类互动、工作和创造的地方 我们可以能够透过这个化身 在这个空间里面学习、娱乐、研究等等 所以原宇宙本身可以被理解成为一个类似YouTube的平台 靠用户在平台上创造不同的内容 最后形成整个原宇宙的样子 不过相比于传统的互联网 原宇宙较着重于用家可以在一个三维的空间 真实地和不同的沟通 又比于单向而且不立体的上网体验 而发展原宇宙就是靠更多的用户和企业 去扩充这些平台和内容 所以能够这样做是人类的福 还是诺 照视乎发展原宇宙能不能够为人类 带来更好的生活质素 和原宇宙遗传的问题 可否透过继续发展来解决 而那方面是成立原因有二 第一,增加人类物质和非物质的享受 微软创办人比以太赤广告 原宇宙的概念将设底地变革办公室工作 未来大部分会议将会改在原宇宙三维的虚拟空间进行 《Come to Us》就将旗下的联统加日期原宇宙平台 《Come to First》 令日常的工作 例如处理文书和开会 可以摆却物理的限制 变得更加高效和便捷 除了提升现有的工作效率 新的工作机会也会随之而出现 例如杜瓦的王柱 就预计原宇宙将会为国家提供四万份工作机会 包括营养原宇宙需要的人手 国际咨询公司Andisa Group 就表示继续发展原宇宙 会在未来十年 令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提供2.8% 再看娱乐 在外国 已经有了Marshmallow和Snoop Dog的歌手 在原宇宙开演唱会 没有了场地的限制 歌迷就不会再因为买不到票 而看不到喜欢的表演 迪士尼公司也有计划 将乐园的体验放展到整个原宇宙 令用户可以随时随地 和迪士尼的角色互动 罗浮工更加同任天堂合作 将例如《蒙娜丽莎》的名画放上原宇宙 令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欣赏 平时只会包含黄弹玻璃的艺术作品 甚至可以在现实看到更多的信息 综合意见 原宇宙可以透过解除物理的限制 在工作方面能够刺激经济 同时使用家有更多的用户 娱乐体验 最后令人类在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 都有所提升 第二 原宇宙促进人类的科技发展 综合的原宇宙在未来十年 将会触及超过十亿多人 在这个前提下 不同望谈原宇宙需要的科技 都会随着更多的发展机会而进步 以这些科技的进步 不单只能够完善人类 在原宇宙里面的体验 对于人类未来本身也是一个帮助 以VR为例 作为其中一种呼望原宇宙的工具 例如Meta和Microsoft等公司 亦都有研发自家的VR装置 但VR的用途就远远不止在原宇宙 例如在训练好像医生等等的专业人士 甚至在旅游里面都会用得着 随着原宇宙的科技发展 而这种技术变得更加成熟 刚刚上述的领域也都可以得益 再在负责控制原宇宙里面 非玩家角色的人工智能 Meta正在原宇宙上透过人工智能 开发一套能够翻译所有语言的系统 目标是令到语言障碍 不会成为人类享受不了原宇宙的原因 不过当我们将要系统 引用至整个原宇宙的爱 并讲法不敢消除语言障碍 对人类而言绝对是一个福 还未必因为重去中心化的区块链 和作为所有发展基础的通讯科技 可见的是 发展原宇宙的地区不单在原宇宙里面见到 当眼光迫阔到整个人类文明的时候 对于人类的生活的便利 和突破旧有的限制 亦都有明点的贡献 去到最后 有方同学要反正面提 照尽证原宇宙本质上有问题 而且问题不能透过发展改变 所以我方便提醒你 多谢各位 各方的主编发言时间为四分钟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会去到粤方的主编发言时间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听不听到的? 是,听到的 是,可以 评判知识有方同学 大家好 有方说得很好 就连机会都全部是高科技知识 那其他的行业怎么办呢? 究竟现在互联网都有一些翻译 那人类的文明是否已经推动了呢? 甚至变题要由变题的关键字眼出发 第一,元宇宙 宇宇宙一时最早是 源于科幻小说、说分 书中描据一个高科技的未来世界 除了生理需要以外 人类日常的学习工作 透露原来已经被推移化 因此,变题说的发展 理应是以世界虚拟化为最终的目标 第二,发展 有方成立变题的标准很低 觉得元宇宙有好处就等于值得发展 但是今天变题讨论的是 并不是应用在某一两个领域的新科技 又未来有可能取代现实世界的元宇宙 因此要讨论因否发展 就要看元宇宙本身带来的利数 更加要看现实世界中 我们有没有发展元宇宙的基础 但是元宇宙暂时依然是概念发展的阶段 有方又如何肯定会发展成功呢 因此有方要正立变题 先证明以下两点 一,发展元宇宙能够解决人类 现时面对问题 而并非令到问题恶化 二,社会有潮流发展元宇宙 否则变题变题理应不成立 那方反对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加剧《恒富元术》产生差别对待 现实世界中,贪富元术并不是新鲜事 但是元宇宙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正如中南大学社会计算研究中心 呂彭指出 在元宇宙的世界 无论是数字符号 美化程度 股源等级 積分财富 甚至是进入元宇宙的权限 都有明显的贫富差距 换句话说 若然你比较穷 没说在元宇宙内 你买到多少区块的土地 根本中连进入元宇宙的权限都获得不到 因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刘永浩表示 新科技理应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 重新吩咐 换句话说 元宇宙创造出的财富 越多贫富元术可能越远中 咱们一方同学 同不同意贫富元术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既然同意的话 继续发展会扩大贫富元术的元宇宙 是不是反而是人类之福呢? 第二 造成失业问题 损害社会的利益 正如我方所言 元宇宙的概念最先是出源于科幻的小说 说风 书中的作者描述元宇宙的世界中 由于人类生活已经由实体世界转移到元宇宙 唯一一个被留下的职业就是负责 人类生理需要的外卖员 但是现实中又有多少市民能够完全融入到 甚至在元宇宙世界中获得工作的机会呢? 其次 台湾人令银行指出 随着元宇宙的发展部分的行业率先被取而代之 例如强调努力的佛林业 强调智能的数学导师都不被需要 反而是能够被人工智能取代 反问有方同学 发展元宇宙令到元宇宙逐步取代事实世界 但是社会都不配合不到又如何成为人类之福呢? 总括言言 发展元宇宙只是令现时的世界问题始终恶化 从而成为人类之和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宇宙令到失业的问题加剧又拐大了频道的差距 如何解决现有的问题呢?多谢各位 月方主便的发言时间为3分29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会是台上发文的环节 会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月方的主便提问 发文的时间为1分钟 之后会由月方的主便有1分钟时间准备 1分钟的时间作答 提问和准备都是一样的 会有15秒之前有一丁的提示 时间够就会有2丁的提示 接着会轮流去到反方的一位台上便员 向甲方的主便发文 如此类推 另外提醒评判在填写分子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下月方分子的第一格 依照发言次序会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文的分数 好感谢评判 现在会先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作出发文 你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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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的 好可以 叮 另外呢 因为他最后也不要使有方所说 只得外卖这么简单 这些人都会兼顾佑宇宙 所以想问有方 这些是不是一些工作崗位 产生出的工作崗位 他说佑宇宙 为什么他的有方 后再帝他这么异端 只剩下人员全部在佑宇宙里面 而放弃现实世界得识的位置 好 现在会有一分钟的时间作准备 好 好 難兆 谢谢观看 听到的 是,听到的 是,可以 订阅主席,大家好 有方问我们是否增加了职业 说我们太过极端 有方问我们是否剩下制造业 或者一些外卖业 和一些高科技产业 就可以满足到人类的职业所需 有方问我们太过极端 有方问我们 有方问我们 好的,多谢观看 好,接着下来 会是去到月方的台上 便宜作出发文的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听到的 可以 评判主席,各位,大家好 刚刚有方讨论你那条问题问得很好 今天只剩下人类的 就是制造业 外卖业和一些高科技的行业 其他人怎么办呢 还有,有方问你可不可以交出数字 究竟有多少人不会失业呢 首先和大家联清概念 评宗一个这么美好的概念 的确是人类之风 但是实际上发展于宇宙 正如我方主便所说 灰大楼各种社会问题 正正也是人类之禍 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看实际层面 其实今天有方所说的 有方所说的理由 例如大家破地荣解一下 其实在其他电子产品 现在已经有得做 例如电话等等 其实有什么独特性的理由呢 最后想问有方 有什么方法发展于宇宙的同事 可以解决他大楼的问题呢 德成各位 好 现在会有一分钟的时间 作准备 点击 三方 这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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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方学今天呢 首先有方学要问的问题就是有方学你承不承认 原宇宙是真的的确提供了多些工作机会给人呢 其实我刚才台上发问的时候都已经说过 除了一些高科技工作之外 还有一班工人可以透过生产硬件 生产投我们所需要的VR硬件的零件 这些都是工作机会来的 不是全部工作机会都要求你的学历要很高的 再加上现在在读书的人 是的确提供了多些机会给他们 正如好像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那样 对于以前那班人还是耕着钱的人 现在用机器是的确非常的困难 但是在发展途中人类仍然会慢慢进步 仍然会与时并进 所以搬回去原宇宙的时候 那些人是的确一定会跟着时间的流势 因为他有相关的技能 所以失业并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会更加增加了工作机会 那我们再看回 最终各位 其实原宇宙的好处 除了我方主辩所说的工作和经济方面 原宇宙内的教育都占了重要的环 这里讲的教育 除了学生可以用一个更沉浸式 互动式的方法去学习以有知识 例如运用 自身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进行互动学习 提升这个教育效率 降低教育成本的同时 更加在教学生关于宇宙本身 令到他们更加熟悉你的平台 那久而久之 宇宙就会更广泛地被了解 我们下一代可以更加得心应手运用这个平台 例如公司的员工可以更加熟悉 如何在原宇宙内 和其他部门沟通 增加工作效率 继续允许 最大程度的僵顯 所以今天我方便成立 多谢各位 好 隔方的第一副面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那接着下来 会到月方的第一副面发言的 同样是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的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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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咪 试咪 是清彩的 可以 叮 判主席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方和我去到一本立场 就已经去了 理署正只剩下什么 开会 今天其实不难发现有方和我 让家是什么混淆市 和我说 就业机会多了 但是其他行业和太平常没有交代过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 你说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增加什么就业机会 不制造业和外买员 这些就业机会 又怎样可以应对到 日历资源的运用呢 其次呢 今天有方正立变成最大程度 就是觉得所有问题 日后都可以改善到 但是具体怎么改善 多久改善都可行 全部都没有交代过 反正有方以后出来交代清楚 否则今天有方和我开出来 逼了说日后可以改善到 但无论证国有否合理呢 看完有方的前次来到一顾的位置 看有方和正立变提的两个原因 第一提升物质和别物质生活 有方说的工作效率正正就是人类追不上 所以才会淘汰意识大部分的职业 有方和你已经否认不到 以及间接承认了我方的论点 其次 有方和你的工作效率在电话 电路现在已经提升了很多 再说就业机会 有方交代如果有多少行业可以转型呢 所以为何解决失业率问题 以发展城市以发展国家 怎算是无交代 第二提升科技发展 有方说可以提升科技发展 但举出的例子是什么 翻译主义 你现在的电话有翻译器 有什么独特性的利处呢 人类的文明是否已经提升了呢 继续各位 要分析元宇宙的发展是人类之福并是祸 最重要是看标准 是否符合人类之福 可以看以下两点 第一 元宇宙有否发展问题 现任原来 NiMars AI科技企业 執行者Nuris Rosaberg都指出 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会透过元宇宙平台 推出一些付费类的服务 在那些用家付费之后 就可以在元宇宙获得更多的资料 甚至可以规探别人的私人资料 付费类的甚至可以在元宇宙标签平台内的用家 例如在新移民民权下人士等等 可见会恶化社会冲突问题 分析元宇宙也会加剧 同仁情是可以用着穷人的标签 你要摆脱标签就需要再付费 可见同仁更难向上流动 社会流动性更加低 这个社会何时保护自己的个人 也不需要用钱呢 第二 人类能否专上元宇宙发展速度 根据2027年人力资源部门政府估算 即使专上教育学位不停增加 即使27年 香港仍有超过50人的能力供应 为低学历低技术劳工 而二元宇宙急速发展的情况下 不少从事服务业或留业的低技术劳动人口失业 但是元宇宙所争的职位 根本就不适合他们 例如元宇宙研发和人类 又如何对人类继续发展有利呢 可见元宇宙本质是一个好亦概念 在实际上人类根本无法驾驭 只会被元宇宙把握 多谢各位 月方的第一负面发言时间为3分1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去到隔方的第二负面同学 同样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吗 是吗 是 是 清楚的 可以 叮 本知识社会大家好 其实今天又帮我所讲废出 我们划分成三条本质上的问题 第一条问题 究竟元宇宙可不可以运行到 我们回来我们已经说过了 基本上现时四个元宇宙有几个龙头公司 例如Metal的公司 它是运行的 我们在《猪黑八九》也说过 在未来十年之后 鱼宇宙会足够十万人 十亿人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现时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 其实是有成果的 例如 鱼宇宙所需要的 一些即时的发言工具 而发言工具不是由方所说的那么简单 好像一些谷歌发言 这么简单 两个大陆是可以用一些 人工智能等等的程式 去帮你一个好办法 社会和不同国地的语言 令各个国家的人都害抗 而这些技术的发展 正正证明了 未来元宇宙是有可行性的 第二条问题 就是现时元宇宙的未来 是否只剩下一些高水平的科技 其实我帮主编 有一幅问过 要帮我给例子 有什么技术没有了 有什么职业没有了 有关科技从来没有说过 但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可以形容在VR的行业有什么 气色行业、医疗保健、零售、旅游、防律产等等 这些就是有科所要的 中收入水平、中知识水平 这些科技 其实这些产业 是没有被元宇宙所覆盖到的 所以我开了个结论就是 去哪里有元宇宙 都不代表今天会有很多人失业 因为这些失业 其实可以搬入元宇宙里面的 现在我说的是 我回顾讲过 这个世界上不是在元宇宙进步 元宇宙进步的时候 人类都会进步的时候 所以当未来元宇宙变得非常 技术更加好的时候 人类自然有相应的知识水平 开在元宇宙里面工作 以及满足元宇宙所需要的产业 而第三个问题 就是今天我回顾讲的贫富权限 今天贫富原市 所以我觉得很极端 我说元宇宙是要有权限才进入 但是没有权限的人就不可以进去 但是我看到它是什么 Meta等公司都不是以这个状态的发展方向 从来元宇宙都不是一个富人有钱人的游乐场 我看到它是什么 当元宇宙没有人使用的情况之下 就是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的时候 几家农头公司根本上都赚不到钱的情况之下 如果市场里面全部都借多有钱人的话 怎么会做到邦宇宙所说之中 有钱人都赚了钱呢 所以我看到的 还有今天邦宇宙 我问邦宇宙 如果邦宇宙有贫富原市的情况之下 这些先进技术是否不应该发展 那邦宇宙回答不了 因为我看到的是现实无理 任何技术发展都可以令人和人会赚少 有钱人会赚多多 但是这些情况之下 是不是代表人类不应该发展 人类不应该有进步 但是不是 我看见原宇宙里面有某些范畴 譬如说娱乐等等 这些人人都在享受 都是很公平的情况之下 这些是全人类都在做的情况之下 那我问为什么这些做不到呢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说法 都是将原宇宙当成一个人工作 娱乐的平台 而我们从另一角度去看 原宇宙其实都是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在这个数据世界里面 人类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数据 为先进技术提高进步最需要的数据 例如玩家和非玩家角色的互动 提高了人工自人发展所需要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量 无论发生什么其他建设都是做不到的 这就是原宇宙的独特利处 亦有方想要的独特利处 而当我们现在用的原宇宙 越变越好的情况之下 人类会熟悉原宇宙的情况之下 最后只会越来越多人懂得 有一个越来越进步的原宇宙 多谢各位 甲方的第二负面发言时间为3分08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会请越方的第二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评判主席在序各位大家好 比赛来到二负的位置 有方只剩下二下分歧 第一 有方说 其实承认了有钱人可以发展 可以赚到贫富门 所以有方承认了可以拉大了贫富差距 所以有方只是看钱是忽略了社会 有方还跟我们说 我们没有交代失业的数字 但我们已经说了 好像物流业服务业 现在只是社会人 已经有五成人 是无法连接 有方跟我们说 会有就业机会 其实 原宇宙怎么会发展就业机会 其实只会丧失其他机会 因为原宇宙的 有方只是说来说去 都是只有科技业和制造业 其实我们来看看 一个原宇宙的发展 代表了要其他人的工作 但这些人口浪动市场 明显就不符合科技业 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低学历的人口 如果有方我意见 那是不是这些人又不用理呢 有方说到今天 其实很简单 日后可以改善到 但其实Intel的高层 都认为要真正达成原宇宙 现时的计算效能根本就能实现 要芯片的效能提高一千倍 才可以实施到原宇宙 想问一下 如果等到一千倍的时候 是否才可以实施到 有方所说的尼处呢 要衡量变弹 首先要知道有利必有弊 我们可以由两个方向去比较尼弊 第一必要升 原宇宙的确有尼处 但是原宇宙做到的东西 现在又做不到呢 原宇宙有个核心的主要缺陷是 他承诺的很多东西 已经可以在其他方式实业 大型多人 线上角色扮演游戏 多年来 一直为游戏提供社交中心 亦被证明 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社交媒体 无论是在Discord中聊天 还是在推特上争论 都可以轻松与人交流 线上溝密 是互联网组成的重要部分 它现时的运行完全没有出现问题 不需要注册虚拟世界 并从事加密货币和NAP的交易 现在你只需要想起自己想买些什么 只需要付钱就可以拿到了 其实可见了 现时的配合已经足够了 管理是聊天 透明社交平台 其实现在运运的可能能够触到 第二 我们承认 原宇宙的确可以打破 时间和地位的解架 但是又代表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但是其实打破时间和地位的界限 现在互联网都做到 其实根据俄罗斯文业调查 机构社会的舆论研究中心 公布的调查结果都显示 近40%的俄罗斯民就认为 由于缺乏生活的交流和区块封碟 创造原宇宙 将大力更多的运触和人民好处 只有13%的人认为 原宇宙有利处 在相信原宇宙有外公民 37%的人认为 只要是一个脱力现实的人 同时18%的人认为 数字原宇宙的危机在乎于人 缺乏生活交流和区块 我见其实原宇宙根本没有凌价性的利存 其实贫富完全 失贴等社会问题 往往都比有方所说的问题严重 其实今天原宇宙所带来 无必要的利存 又如何凌价在社会问题上 简单问有方 弊大于理 为什么会再难受 不明明之禍呢 多谢各位 月方的第二副片发言时间为3分03秒 无法时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都会有两轮的发问 现在会先请隔方派出一位台下发问员 请便宇宙可以打开镜头并且试咪的 试咪试咪 试咪试咪 是听到的清晰的 那你有1分钟的时间作出发问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电话网站大家好 电话行业发明令到电报行业的人失业 电邮的发明令到邮差失业 汽车的发明令到人力车消失 那谢各位 是不是代表任何科技发展的出现 会令到就是机会消失少少 就叫做人类之禍呢 但是 另一边商呢 今天主便开始讲到和谢各位说 其实另一边商 渔影兽的发展都相对会带来一些新的就是机会 比如说VR技术的发展 建造整个庞大渔影兽所需的一些编程人员 这些通通不是 难道不是就是机会吗 甚至我们主便开始讲 还有黑白他说过全球会提供数以8千万个就业崗位 甚至实际一些的 去到杜拜会提供到4万个就业机会的时候 其实主便问到有分和我 究竟有分和我能不能够给一份数据和我们说 究竟今天渔影兽的发展 究竟会令到多少人失业呢 有分和眼中究竟是渔影兽的发展 会多重人失业多过就业机会 还是究竟有分和眼中只要有少少人失业 任何科技的发明都已经是人类失业 多谢各位 好,现在是有1分钟的时间做准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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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登 courses! lion population 員公家 人们掌红 人群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粤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答 可以,评判主席,有方我再继续大家 可以等我先说了,开始发言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好,丁 评判主席,有方我再继续大家好 多谢有方的提问 有方说收了一点就不要紧要 其实我方都跟你说 其实现在有三级的生产服务业被淘汰 服务业其实怎会是小小呢 其次,如果连弦片都可以用机器的时候 那有方和朋友怎样解决呢 再作个位,有方说 我们主便说的标准是日后可以改善到 但全场都听到,不知怎样改善 有方的标准都达不到 有方有怎样政立问题 再加上,就如我看义父所说 其实,今天要达到真正的元宇宙 根本上是要等到新品达到一千倍才有机会做到 其实如果等到那天,这些废署都不去处理的话 有方又怎样去 是否才会见到有方的理主 有方又怎样改善意识的问题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回到粤方的台下发问话节 先请台下的同学可以打开镜头试一试咪先 试咪试咪 是清楚的,但可不可以转一转个镜头 看到你整个人呢 还有看到你手上的卡会好些 会不会可以拍到你半生 是的,这样可以了 好,准备开箱了 好,再来一看 陶丁 平方主席,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今天很搞笑 我将一些产业搬去元宇宙 难道有方是想在元宇宙中彩 现实是进一步发展元宇宙 只会令更多人投入其中二 令经济虚化,令投入实体经济的人更少 而今天的香港为例,无可否认 多人可以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也少人会回到公司工作 这样令生产成本提高 对实体经济发展不利 甚至是农业制造业 必须人工完成的产业 根本就难受影响 有方是否觉得 不需要你会实现实的情况 如宇宙根本就是 会对实体经济农业 和建造业造成无可挽回的冲击 请问如何解决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多谢各位 好,现在会进入一分钟的预备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预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隔方的同学派出一位便宜 再出回应 可以 评判有关同学 各位大家好 首先有关同学的前置已经错过了 有关同学跟你说 整个世界宇宙都要搬去宇宙 但其实并不是 刚才有关同学说农业 这些产业是会被淘汰 但农业为什么会被淘汰 食物是人类维生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会被淘汰呢 再者就是刚才有关同学又退了 我同学说少了人 是会在真实世界上班 有关同学正是承认了 其实那些人可以去到元宇宙上班 并不是失业问题 而是那些人的工作转到元宇宙 少了在真实世界的 少了人在新世界上班工作 有关同学 那些人在工作的时候 有关同学还有什么疑虑呢 谢谢各位 接着下来是会由隔方的同学 作出第二次的台下发文 准备好可以打开镜头试一试音 这准备型νο 跟上歌手有名是 swapped 小致的 尔业 很好 你直接英語 对老师 我过去都可以 喜欢的 短不知 我觉得 restaur果 而有方全場都沒有給過任何實證和例子 唯一的語例就是跟我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穎茂這樣說 而我們實際看回他說什麼 劉穎茂是說因為元宇宙所以社會資源會重新分配 因此這個貧賀元素的問題依舊無法被解決 換言之有方不要扭曲了他說什麼 他只是說無法解決貧賀元素而不是加劇了這個問題 所以有方今天的邏輯就是招呼人建構了一套全新的系統 就會設置一個極高的門檻令窮人無法玩、無法用 從而加劇這個貧賀元素 然而原來過往的互聯網、社交媒體都是通過這個邏輯去建立的時候 現在的社交媒體是否全部都是只有有才能用呢 如果不是的話 為何言語咒去的友方口中就會忽然變成富人的遊樂場 謝謝各位 現在會進入一分鐘的預備時間 感謝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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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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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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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